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2018年10月22日,一期大众第二款国产SUV探约正式上司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外观设计 前大灯与中网融为一体 内部为远近光分体式固执的全LED光源 下方围集成了日间行车灯、转向灯和四观灯功能的多边形LED光滑 侧面车窗上沿和侧门底边有着粗状铝制四条 缭绘了车身的轮廓 未来溜背风格的背部曲线和突出车点的扰流翼 增强了车辆的运动气息 背部整体转型饱满,尾伸尺寸较大 采用了横向的布局 右下方为探月标识 并根据高低功率的不同带有380TSI和330TSI 后保险盖下方带有银色护板 两侧采用假排气装饰,实则为隐藏式排气布局 车身尺寸方面,参观招分别为4589、1860、1660毫米 收取为2731毫米 类似部分1910大众的风格 全眼睛仪表盘与中控屏幕虽然依据保持了独立 但被巧妙地融合在同一个面板中 风控为9.2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下半部分以及换挡杆部位的设计则偏向于传统 布局简洁明了 安全背的方面,速盲区监测HUD屏式显示系统 第三代智能泊车辅助系统 以及360度全景可视泊车系统外 还实现了L2级别自动驾驶功能 其整合了SSC自适应巡航系统和制造保持功能 动力系统方面 它也同样拥有高低功率版本的EA888-2.0T发动机 其中380TSI顶配侧型 其搭载了高功率版的直奥轮增压发动机 周到功率162千瓦 旧弹扭矩350牛米 装动系统匹配大众DQ500型 7速44双离合变速箱 而FORMOSION全时4G系统 则采用了伯格华LAR第5代电控多片离合器式中央插出器 之后还将推出插点混动版 库库版本这些衍生侧型 也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择需求 新车目前共推出了10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8.88-31.98万元 日前 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仪式上期大众图案库部车型的最新叠照 高度方面与现款图案基本相同 各组细节处与图案的设计也基本类似 叠照特别的是在尾部的设计上 该次采用了6倍设计 清晰的D主也显得更加狭长 尾灯的造型也采用了新的设计 造型上与现款图观A2的类似 整体上来看可以是座 今天纽约车展发布了大众Atlas Quiz Sport Concept概念车的量产版 两车在造型上非常的相近 并且该车型可能将仅提供5座版本 至于其他方面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一组宾利全新欧路GT车型的国内路蝶罩 在近日被曝光出来 可以看到新车的侧身及尾部的设计 其整体沿用了全新欧路GT硬顶版的造型 亮点在于敞篷机构的采用 甚至设计的顶棚处于关闭的状态 其使用了黑色的软顶敞篷 动力方面 全新欧路GT搭载6.0升双五轮增压W12发动机 最大功率635马力 风车扭矩900牛米 共同系统匹配8速双铝和变速箱 并匹配全时四驱系统 预计后续形成还将增加微发动力等更多的衍生车型 而全新欧路GTC也将与其采用同样的动力总成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国内呢 很是好奇啊 日产官方在日前正式发布了新款西马的新车官图 可见新车相比现款车型要更加的年轻 造型更加立体 细节方面 其前连采用了VMotion进气格栅造型 两侧为角度尖锐的大灯组 同时贴行的进气口 搭配下方的产型前吨造型 非常的运动 侧面一条优美的曲线 从前灯组滑至后轮轮眉处 并与轮拱上方凸起的线条 在车身表面塑造出丰富的光影效果 安全配置方面 新车将配备ShiftCL的360主动安全系统 包括了盲点监测 自适应巡航 疲劳提醒 以及抽到保持等功能 后来方面 其将继续沿用现款所搭载的三连铃声V6发动机 热道功率304马力 峰值扭矩354牛米 传动系统 匹配CVT变速箱 该车将于今年11月开幕的2018洛杉矶资产 整四辆箱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有好友媒体报道 12全新秀尔将于11月开幕的洛杉矶资产上首发 从此前曝光的叠座来看 新车在外国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但保持了经典的轮廓设计 前大灯组采用长眼角式设计 两侧灯组被一根镀银死掉相连 近期格三由现款的横幅式造型改为蜂窝状 两侧屋灯区域为类似T型的设计 侧面采用了全新样式的轮圈设计 运动感得到了提升 尾部可以看到类似L型的纵向尾灯设计 此外还有中置两株式的排气布局 全新秀尔内部代号为SK3 将进于前驱平台打造 预计动力搭载一台四缸自然系列发动机 或无能增压发动机 在欧洲市场等区域还有望增加纯电动版本车型 电动版本与普通版本车型在外观上的差别不大 预计隔三处的设计将会有所不同 这方面电动版车型采用了大量圆形的元素 且更换了旋钮式的换挡机构 并推算出新车的学长旅程或将达到475公里 非常可爱的新款车 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上市呢 在国外的某视频网站上 有网友曝光了一段早期的 法拉利ProSeng个伪装车在厂内测试的视频 可以看到伪装车虽然采用了 现款法拉利GTC4LUSO的外壳进行测试 但该车的离地间隙和轮拱的高度还是告诉我们 这辆伪装车就是法拉利 只将在2022年发布的SUV车型 考虑到法拉利CEO不太愿意将法拉利与SUV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所以新车的风格上还是会遵循轿跑风格 新车将会基于法拉利新的前中置发动机平台打造 发动机位于前轴后方 装离合变速箱暗示在后轴部分 该布局能够提供较好的重量分布 动力方面 该车可能会使用基于V6发动机的混合动力系统 并采用四轮驱动 关于这辆车还是有很多的信息属于猜测阶段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上把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